謝謝趙偉 是不是請邱部長 邱部長請 同學好 部長早啊 正好我要問的也是這個問題 在這個 目前我們在太北孤軍 在這個地方其實已經幾十年了 那麼過去20年前 他們有很多後裔在台灣 居留 居住都有很多的問題 那麼我們也都來協助 所以當時我在立法委員當助理的時候 也協助了數百位 孤軍後裔取得了我們的專案的方式 取得居留權 然後後來在馬總統上任之後 也透過跟泰國合作的方式 成功的修法 讓國內超過六千位 泰緬孤軍的後裔 來台灣居留 那現在他們都成家立業 目前至少估計在台灣 超過二十萬人 泰緬孤軍的後裔 這是我們虧欠他們的 這幾十年來 他們在太北這個地方非常困難 那麼只有中華救助總會 能夠從當時三十年前 還是三十幾年前 我們有送愛到太北的活動 然後之後我們在那個地方 來幫助他們 在滿星碟美樂地很多地方 那所以這個實際上面 他們也都是我們 當時國軍到那個地方去的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墓上面 都有我們的軍徽 有我們的國徽 這跟我們國防部 今天剛才這個邱部長 展現了 對這件事情 非要做不可的態度 這個是正面值得肯定 因為這就是歷史 就是我們一路過來 這些人就是為了保護 中華民國 而在那個地方 我這邊就問 國軍的公墓 是不是國防部在管理的 吳子山的公墓 是不是國防部在管理的 是 這一樣的性質 國軍的人員 今天國防部不負責 誰來負責呢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說喬友會 過去這幾十年來幫助什麼 幫助是那個地方 的這個人的這個後面的生活 沒有錯 但是呢這些國軍的人 為了這個身為國軍的一份子 在那個地方犧牲生命 現在我們不只要幫他們修種 過程當中還有什麼 遺靈對不對 因為這個要搭配一起來做 所以修種然後遺靈 回來我們中列詞 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要問就是說 今天黨產會他不明就裡 為了要打擊國民黨 竟然來阻止這樣的一個 太北孤軍來修焚的這個工作 我要問喔 今天你們有公佈了這個太北地區 國軍中列將士的這個 葬錯設施修繕維護經費的最要點 對不對 按照這最要點裡面 你們認為要曾經辦過的 而且要有實施績效 這很有道理 那我問你 有哪一些單位還能夠 像舊總一樣來做這個事情呢 他剛才前一個委員陳委員 他講說一些社會救助的單位 這些單位其實是在台灣幫助 來到台灣的這些人的 是幫助他們落地生根的 這怎麼會一樣呢 好來 還有哪些單位有辦法來做這些事情 他們都知道這些人來龍去脈 知道哪些是國軍 哪些不是國軍 知道哪一些英靈可以贏回來 哪一些不是 有誰了解 部長你告訴我 我這個委員剛剛講很對啊 我們也經過以往的經歷經驗 所累積成 我也問過其他的單位人員 他們又去講說 假如要起這個案的話 他要從頭來 那我們當然要找一個人 以前具有經驗的人 這樣的話對我們工作的推動也有幫助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國安部義不容辭 陳和剛委員所講的 對這些孤零也好 或他這個疑憤也好 我國安部講再不跳出來了 那真的沒有人去管 那我們國安部講的 照顧袍蛇這個論述 那贊助立場 所以我個人在這個任內 我持續這個工作我會做 至於對外什麼溝通 那我們以後強化 這個工作我會持續做 部長這個態度你要持續下去 你剛才說一句話 義不容辭 其實不夠好 為什麼 這是職責所在 國防部照顧國軍的人員 不是義不容辭而已 是職責所在 所以今天他們為了我們這個國徽 為了我們國家死在那個地方 我們來好好的為他的後世 後面的桑葬 這一邊的這個 來修繕 然後呢可以移鈴的 然後願意移鈴了 把他移鈴回來 然後現在呢這些人 老實說你要辦這些 後面的修繕 不用家屬的同意嗎 不用跟這些人往來嗎 如果今天不是救助總會 有誰有辦法去跟這些家屬聯絡 誰認識誰 誰會答應誰咧 對不對 所以這一切都是 現在國內在吵這個意識形態的 都不了解 不懂的 今天不是那個地方 看到什麼銅像 他就以為那個地方 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今天國防部 我希望你們堅持下去 今天黨產會要抄國民黨黨產 那是一回事 老實說中華救助總會 幾十年來 都是在辦政府的事情 都是在為他們照顧 我們在太北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僑胞 這個事情要炒是另一回事 沒有什麼洗白不洗白的問題 國防部 請你堅持下去好不好 我一定堅持 這個要兩碼的事 我照顧我的袍澤 或者宜眷 這個棕林 這我們義不容辭 應該要做了 分內工作 這方面我當然會堅持下去 我們持續的監督下去 來我們再來看 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國軍的改革 您宣布說 陸軍的六八十軍團 要改這個作戰區 那我在當兵的時候 擔任國防部巡迴教官 也到六八十軍團 都去過 那麼這個東西 老實說 其實它可能 可以是很深刻的改革 它不見得只是名稱上的改變 所以我希望能不能 請你做一個清楚的說明 這樣的一個作戰區的概念 它的實際效應在哪裡 我們說能夠讓這個平戰一體 更加的順暢 為什麼 它跟美軍現在的作戰區的概念 相不相同 還有 現在我要問的是 這個作戰區的司令部 你會如何編成 現在軍團有軍團的部隊 你改成作戰區以後 底下是不是還下轄固定的部隊 美軍是沒有的喔 那你再過來 這樣的一個做法裡 以後如果底下 有固定的部隊 或沒有固定的部隊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的軍種 來出任作戰區的司令 這整個的國軍的改革是怎麼樣進行的 部長 請你做一個說明好嗎 我跟委員很簡單報告 這作戰區的概念 就是發揮聯合作戰 是一個名稱 能夠就一語道破 是發揮聯合作戰 至於耳後的編主 我們在以下的研議當中 事實上以往也曾經有過 比如說南部的作戰區 能不能使用陸戰隊來擔任 這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 我還跟我們同學講到這一段 我們都要當個議題 一部就要研討 但是一定要有配套 今天假如說 為了一個軍種去佔缺 而佔這個缺以後 他工作能不能執行 這是我所要考量的 他如果能夠佔這個缺 能夠執行的話 一定有所配套 他的副指揮官 也是一個軍種 一個協同 所以這個概念 我想說 基本上 國慶行事有年 但是要把它落實的話 就從現在這個開始 改成作戰區以後 讓每個作戰區指揮官 他有個概念 他就是聯參的一個小總長 以這種概念去推動到工作 我想這我們一定要努力 廣播要跳出來 讓各軍種 能夠密切配合 這個部長 你講這個 老實說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改變 而且他可能會非常的 影響非常的大 過去我在總統府裡面 我們也參加過漢光演習 也看過各種的兵推 事實上我們作戰區的概念 本來就有 只不過呢 作戰區的概念裡面 他是暫時的時候才出現 那平時的時候 你說六八十 或者說是花防部 然後這個棚防部 他們各自的都是以陸軍為主 那你未來改成作戰區以後 你這個作戰區司令 就變成說像以前我們曾經 有過這個聯兵旅的概念 對不對 他必須要能夠 以這個聯兵旅的方式來作戰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軍事的一個改革 所以我現在為什麼要問這些問題 就是說 目前看到整個國防部的改革 讓我有點擔心就是說 其實 您自己是大 這個陸軍 陸軍司令出身 你能夠率先來做這個改革 其實不容易 但是要做也沒那麼簡單 不應該是說像現在一個說 媒體上看起來好像只是改個名字 換湯不換藥 不是耶 這裡面整個概念都會變耶 美國也有作戰區 他的作戰區的司令非常的大的 就像你講 他就是個小總長在那個地方耶 那未來如果我們要這樣子做 絕對不是只是今天先改這個名而已 他底下的軍令系統如何編成 他底下如果還有直屬部隊的話 這個直屬部隊跟其他配合的空軍海軍部隊怎麼辦 那你說六八十三個軍團現在都陸軍 在八軍團南部的地方 的確有海軍陸戰隊很重要對不對 那花防部那邊是不是空軍很重要 棚防部那邊是不是海軍很重要 所以到時候這個作戰區 是不是各軍種都會不一樣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懂的人 一想就覺得很複雜 然後整個的軍令系統會被變雙軌 所以這個東西要請部長 是不是能夠盡快的去演你 你不要說只是我們今天看到一個報紙好像換了一個作戰區 好像大家以後這個軍團司令改成作戰區司令 就了結了事情沒那麼簡單耶 部長 所以我跟委員報的確沒那麼簡單 我們很多事情不講說今天說風就是雨 一個標題打出來明天要看成果 我們這都已經在起步在做了 這給我想說一按部就班的 我任何事情包含不管是後備動員等等 我都已經在做準備 所以就是讓明年打出個包票 我不能講一次到位 但最起碼明年就看出推動的工作 我想這個一道路看會有成果的 好 我現在時間不夠 我再問兩個小的問題 第一個 這個朱冠萌飛官他的F-51的機骸已經打到上岸了 那麼這段時間以來我們有沒有最新的調查事故的結果 那已經將近一個多禮拜了 那再過來這個報告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請空軍呢 我是空軍參謀長 跟您報告 這個殘骸打撈上來之後 我們請了在這個台東地檢署的這個督導之下 我們也請了相關的專家學者 就這個殘骸做了檢視並且拆卸了重要的機件 現在送這個專業單位去做鑑定中 因為我們要看這個機械的這個失效 是飛機撞擊造成的還是已經在空中就造成了 才能進一步的這個探討這個飛機失事的噪音 現在目前進行的進度是這個樣子 希望你們儘快的將這個調查結果出來 這次母親節的時候我們看到跟他家人在過母親節 是個非常悲哀的母親節 國人看到都非常的難過 那我覺得儘快的將這個調查結果 能夠調查出來 不只是給家人也是給國人一個重要的交代 也給空軍未來的改善做一個準備好不好 部長我們這一點請他們加強 最後一個問題 今年是飛虎隊 這個參謀長先別走 來這個今天空飛虎隊80週年 80週年其實這是可以說是 其實從租借法開始 其實我們那時候租借法才剛過80週年 那從租借法開始美國可以開始租借 而且提供我們各種軍事上面的任務跟服務 所以呢我們那時候就有這個飛虎隊當時來成立 那今年就要80週年了 這是我們可以說是兩國軍事合作的開始 而且呢是最重要 也是我們二次抗戰的時候 二次大戰的時候 我們兩國合作最美麗的一夜 那麼到十日今日 其實雙邊的當時一起在飛虎隊的這個部隊 都還編制都還存在 我們是在第五聯隊 花蓮聯隊 美國是23大隊 那這個大隊也都還在 所以我們今年在這個80週年的這個慶祝的時候 除了我們在搖替當年的這些 這些共同的作戰的這個歷史 現在這兩個部隊也曾經密切的作戰過 這已經很少了啦 我們中華民國國軍的部隊有多少部隊 所以跟美國的部隊有這樣子一個並肩作戰的這個紀錄 已經很少 是不是國防部今年能夠將這樣的一個慶祝 擴大 成為兩國之間 軍事交流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然後邀請適當的現役將領 然後適當的空軍 美國空軍 跟我們的空軍 然後能夠一起 來辦這樣的活動 一起來慶祝可不可以 我們可以做眼裡嘛 來部長請說 我當然樂見其成 對不起 我沒有聽清楚 我們樂見其成 所以我在做這方面的眼裡 從剛剛我跟委員報告 部長今天一答應就要看成我 我現在了解做什麼做辦 我們需要辦多大規模 這個對於我會朝 剛委員所提的 我們儘量跟這個當初 跟這有關的事情 來賓啊 邀請他們過來 共享盛舉 來賓不要只是後人 然後現役的這個部隊的軍官好不好 因為這是不只是我們 因為過去有共同的歷史 未來還有很多合作的需要啊 所以趁這個機會 來擴大我們之間的軍事交流 國防部現在也是 職者所在 不是義不容辭啊 還是職者所在 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盡量來做 然後之後 來給我們做一個說明 好不好 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